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拿到之后 我们考虑一下最简单的一个模型 以一个只有根结点 左孩子和右孩子的一个模型 来思考一下这道题 那么我们看到题目中 这里有一个大小关系的描述 然后这里也有一句大小关系的描述 通过这两句描述 我们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 得到这样的一个大小关系 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小疑问 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排成小鱼的排序呢 而不是像这样的大鱼的反向排序呢 出于两点考虑 第一点考虑 我们的前面三个选项ABC 不管是先序中序还是后序变历 你在变历的时候 都是先变历左节点 再变历右节点的 而你三种变历顺序 只不过是变历中间节点的位置不同 但是你都是先变历左指数 再变历右指数的 那么我们先左后右就没什么问题 然后第二个点 我们考虑的是在这里 节点从1开始进行连续编号 也就是说 它在编号的时候是 1 2 3 这样往后编号的 那么你在编号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一个小鱼的关系啊 所以这里我们同样是第二种考虑 在这里 然后我们得到这个顺序之后 其实可以直接从这个顺序 就能得到这个题的一个答案 因为你是左右跟编号的一个顺序 也是从小到大 那么你是不是直接就是左右跟 就是我们的后续编号啊 所以这里就直接能得到我们的正确选项C了 那么还有两点小疑问 第一点小疑问 为什么说你后续编号可以将整个数 而不仅仅是这么一个模型 还能够实现题目中的要求呢 那么这里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个疑问 当你整个这个模型 我们来假设给它编一个号 是不是 一二三这样的一个编号呀 那么我们把它编完号之后 我们把这三个节点看成一个模型 也就是说你把它看成一个节点 这时候 它是不是一个一到三的一个捆绑包呀 然后它作为了别人的左节点 然后我们在这个新的模型之中排下去 是不是四和五呀 当然这里四这个节点 它也有可能不是一个单另的节点 单个节点 而是也是一个像我们这样一个捆绑包 一个模型在这里 然后整个这个 它又可以作为一个节点 去充当别人的孩子 懂我的意思吗 而当你这些整个排完序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这个捆绑包大的之后 是不是一到五了呀 假设你右边这个是一个六到十 我们再按照刚才的方式编一下号 是不是这里是十一呀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你整个完成了之后 你整个的模型 这里 然后单另的这里 内部的一个内部 在这里这样的一个捆绑包 在每一个内涵之中 它都是符合这样一个要求的 而整体我们采用了一个地规 也就是循环嵌套的一个思想 因为我们其实也是按照变力来进行编号嘛 所以地规这块的思路 其实和那边是一样的 然后说完这一点考虑 还有第二点考虑 第二点考虑就是这个D选项 我们一直没提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选项层次变力 对于层次变力来说 它有一点不符合 我们来看一下 你层次变力是不是访问完一层 再访问下一层呀 而你的编号是不是从一开始的呀 所以说仅以三个为例 我们就能看出来 它是不符合提议的 你按照层次变力 你是不是先访问这一层第一层呀 然后你编好了号 然后再访问第二层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编号的呀 然后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是满足了第二个 左孩子的编号 小于右孩子的编号的 但是它没有满足第一个顺序 也就是每一个节点的编号 要大于其左右孩子的编号 这个它没有符合 而它满足的是 每一个节点的编号 小于了其左右孩子的编号 那么我们把题修改了之后 改成小于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怎么选 除了D选项 我们已经得到它是对的之后 我们把整个排完顺 是不是一个跟 左右呀 那么这样一个顺序 是不是能得到我们的先序便利呀 同样的一个思路的过程 那么这道题如果改成小于 是不是你要选AD呀 好 这道题就讲到这里